我叫廖亦武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六四我的证词》 是我的监狱的自传 这本书是记录了我天安门大屠杀之后 因为在六四当晚写了一首诗叫《大屠杀》 然后就因为这个就是入狱 入狱四年的经历 八九年它是一个界限 在那之前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诗人 就是非常欣赏那个美国的垮掉一带 希望过那种生活 但是那个坐牢八九坐牢彻底就改变了我 把我从一个诗人变成一个时代的见证者 然后一个录音机就说 希望让我懂得这个真相是永远高于文学的 开始我出监狱的时候就开始写这本书 因为有一种恐惧 就是说坐牢本来够恐惧了 但是被人遗忘那就更加恐惧 然后我就开始写这本书 1995年的10月10号被搜走了一次 然后四个一年多又被搜走了一次 那个时候因为都是手稿 还没有电脑 最后保存下来是因为有了电脑 有了电脑就是从没有电脑的时代写到有电脑的时代 有了电脑就可以拷贝 然后就可以藏很多地方 就是无意之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记忆力的一个方法 虽然说当时非常的绝望 简直就觉得这个是一切都是徒劳 但是当你重新写的时候 有些细节又记起来 有些细节当然也忘了 但是老是觉得那个第一稿是最好的 但是我现在也不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 欧洲的许多作家都把这本书和所有人群的古拉格群岛相提并论 特别是那个法国的那个前宪法委员会主席 他是司法部长 他就这么说 但是古拉格群岛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东西 我这个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更加实在的这么一个记录 或许这种记录比那种东西还要更加残酷一点 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有人群星当年的那个冷战时代 它是不一样的 现在这个时代它就是一个后继权 而且价值混淆 我曾经把这个手稿就是带到海外去 根本就没有地方愿意接纳愿意出版 作家要出本书要回忆这段历史 直到今天还要付出非常大的一个代价 当年我写了三次 到最后的话我要出版这个书 然后当局他还威胁我 如果是你要在西方和台湾要出版这本书的话 你就要面临十年以上的监禁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我的台湾和德国的出版社 就是同时往后推迟这个出版 最后就是面临你要么你出版就要去坐牢 要么你不出版你就什么声音都没有 这样一种我既不愿意坐牢 也要坚持出版的话 我就只有逃走 然后我没有想到一本书是这样在改变我的命运 再 geht 一次 再一次 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